在我身旁這輛車 Ford Kuga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這輛車可不僅僅只是 大家在2023年會看到的小改款車型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試駕的這個版本 也將是Kuga車系其中最為豪華 最為強調高級的一輛車 而且它有一個非常異國的名字 它叫做Kuga Vignare 這個名號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 Alfredo Vignare這位企業家 它所創辦的汽車公司 在當時憑著精緻的手藝 它已經幫像是法拉利、馬薩蒂、阿法羅米歐 阿斯特馬丁這些車廠來設計車子 那在2013年的時候福特也特別將Vignare 列為了旗下精緻品牌的這個象徵 那如今導入台灣的Kuga Vignare 將是全球在台灣跟歐洲 唯二市場販售的這個版本 儘管我們試測今天 其實我們還不知道這輛車未來售價 到底是如何 可以確定的是呢 這輛Kuga除了在動力、在設計上 都是整個Kuga車系的巔峰 它也將帶來最豪華的體驗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好好地認識一下 這輛車它到底有什麼不同之處 從外觀的部分可以發覺 它的水箱護照跟過往的Kuga有點不一樣 它現在水箱護照還有水箱護照的邊框 都更為強調Vignare它這個V型的意向 車側或者是車尾它都增加了更多的鍍鉻飾條 還加上Vignare的專屬車身名牌 但是我覺得這個版本最為精緻的 則是在於我身旁 它如今已經換上了20吋的更大的輪圈 同時還與馬牌輪胎合作 帶來了PC-6的高性輪胎 那接著談到車輛配備 我想福特車迷對於Kuga所擁有的 Corpad 360的這套安全輔助系統相當熟悉 如果要提到Vignare車款最重要的專屬配備 你除了在上車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專屬的門版 在車室之中還擁有了獨特的木紋飾板 多處的黑色鋼琴草漆的表面 原廠期待透過這些配備的加入 來提升車內的質感 這次Vignare版本還有另外一個相當強調的重點 就是在於它已經為全車五座 它全部都已經配上溫紗皮革的座椅 那除了帶來更高的舒適質感 還有觸摸的感受之外呢 福特這次還為駕駛座增加了特別的記憶功能 因為它不只可以針對你的座椅設定進行記憶 就連HUD抬頭顯示器的設定 也可以一併儲存在你的駕駛系統裡面 即便你家裡有三個人 三個不同的駕駛 你就可以很輕鬆來進行設定 那在後座的成員部分呢 家中的小孩除了可以享受拳擊天窗 同時呢 這回它已經不是掛客戶車牌 也意味著這輛車 它如今第二排的座椅 已經可以完整進行前後滑移 還有椅背角度的調整 也可以讓你不論在載物品 或者說載人的時候 都可以有更彈性的設定 接著跟各位聊聊我們今天所試駕這輛 KUGA PIKNALE 車型 它的動力 事實上呢 你如果看到規配表 你應該會發現 它跟新年式之前 在帳面數據上 是一點都沒有變的 它一樣是搭載了2.0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渦輪是雙渦流的設計 引擎也擁有包含像是雙獨立氣門可變證實的這些科技 這具引擎可以帶來了高達250匹的最大馬力 還有38.7公斤的最大努力 這個表現除了在過往已經是相當駭人的數據 實際的零百身手的話 更是可以輕鬆在7秒之內完成零百的這種表現 你如果要論國產級距 實際身手有像它那麼飄悍的真的很少 而且你如果要論幾道油耗來講 這輛車如果帳面數據來看 每公升12公里可能真的不是非常出城 但是呢 考慮到福特的買家願意選擇 不是1.5車型的 只是選擇到2.0車型這個等級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個油耗已經不是這個買家最重視的 它更在意的是這種動力的呈現 那所以我在開的時候 我除了會感覺到它的動力非常的飽滿 而且呢像它的這個變速箱來講 8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它即便是以自排機底 但是它的這個換檔速度 其實整體的表現 已經可以說可圈可點了 尤其呢 你在跟一些比較著重於節能的車款來比較的話 你更會發現它在換檔的時候 毫不拖泥帶水 一個就是讓你換上去了 不會讓你感覺 你可能換檔要等它一下的這種感受 高效的變速箱 除了可以讓你在加速的時候 有更順暢的感受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當然你不會浪費你引擎的每一分毫動力 這輛車依然是搭配了四輪驅動系統 它除了擁有高效的傳動設計之外呢 它現在它的電控系統也變得更為聰明 即便你不做行車模式更換 這輛車都可以快速的針對它四輪的抓地 進行動力的調配 那我想這也是願意選擇 KUGA旗艦車款的買家們所期待的事情 如果要談到操控 它在台灣的國產集聚裡面 最難被其他對手給撼動的 真的是這輛車的操控 為什麼呢 福特池對於他們的下盤來說 做了很多功夫 比方像是說鋁合金的下控制幣 這些都會來協助降低你的皇下賀重 也意味著 即便像我們今天這輛車 已經搭配20吋的輪圈 然後還有這個20吋的跑胎 在這個搭配之下呢 說實在以我們過往的既定印象 就是它開起來 會感覺它車輪反應很慢 很重 很癲很跳 但是呢 福特它其實調教真的是 我有一番功夫 即便說這輛車可能車高比較高 懸吊行程比較長 但是它在處理 不管是路面的崎嶇的這種坑坑洞洞 或者說針對這輛車在過彎的時候側行 它都可以很快速的來進行控制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車輛的轉向反應 跟一般我們熟悉的國產的日系的這種休旅來比的話 那些作品可能在轉向的手感都是輕飄飄的 你甚至開在市區或者說開在高速公路上 你的轉向手感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的差異的 但是換到庫卡車上呢 尤其你把它開得稍微快一點點 就像我現在的狀況 哇 我即便冰臉輪胎的抓地極限 可是呢 我依然可以透過這個方向盤 來感受到路面的起伏 我就可以很精準的來控制 我當下該設定的車速 或者說我等一下是不是該開始踩油門的 綜合之下 你如果是有幸買到像這麼頂級的版本 即便他們的買家多是用來載著家人 但是如果有天你可以把它開到一些比較高速的路段 或者說高速的山道來感受的時候呢 它可以帶給你類似像是Focus這樣的感覺 我可以很輕鬆的來掌握到這輛車 它的操控極限在哪裡 自然甚至是把這輛車的抓地極限給發揮淋漓盡致 但是下車了之後 它卻又依然是保有這輛車 它所帶來的更高的質感 還有可以帶給你全家人的這種豪華的享受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這也是KUGA的 一輪的車型很難取代的地方 因為它既擁有了運動 同時又身兼了豪華跟實用性 然後 semua話放來到後 Rhode Island 放棄了 可以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